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你是聽Tim哥嗎? 我不是Tim哥 是另外一個哥 對啊 怎麼了 喔 沒事沒事 他說我是Tim哥 暈倒 Hi Men's Game 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呢 我要下台中啦 今天是禮拜二 天氣非常好 然後 東西全部塞在後面了 因為這禮拜呢 我們全家要去露營 然後要跟Anson 陌生夫妻 彼得爸 他們家庭 然後還有我們一家四人 然後要到這個南部去露營 這不是重點 最重要的是 今天我們會去加油站 加油 那 加油站加油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我們要去Costco的加油站 那Costco的加油站呢 這最近呢 開幕了 兩家的加油站 一個是中立 一個是台中 那我現在的油啊 大概剩一半 開到中立的時候呢 應該會再掉個一格 所以我們等一下去體驗一下 就是 Costco的加油站 那Costco的加油站 是一般人不能進去的 只有慧眼才可以進去 才可以去加油 所以我們今天就去試試看 聽說 那邊的加油 油價是以成本價在供應 是真的嗎? 好 我們去看看 聽說呢 這個 每一公升呢 便宜了3塊錢 3塊錢 如果50公升就 150塊了呢 這樣也不少 好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 行車平安 走吧 現在 設定限速 由速速轉向 限速 100公里 限速100公里 然後呢 AAC 輔助駕駛啟動 這樣就很輕鬆了 腳不用一直踩在踏板上面 這個車呢 開到現在已經9000公里 蠻快的 那兩個多月的 兩三個月的時間就9000公里 那整個開起來還蠻舒服的 OK 之前在福斯的社團上面 我有分享一個關於 就是這部車 在儀表板的部分呢 在如果路面不平的話 會有這個異音 那這個問題我已經解決了 那我是回原廠 去檢查 然後呢 後來把它處理好 處理好之後 到現在完全都沒有問題 非常安靜 現在下降到了 這邊是中原 看一下 現在目前今天的油價 好 我們現在呢 繼續往前 差不多4.3公里就到了 這樣5分鐘 這邊右轉進去就到了 我們開了一段路 我剛剛在半途呢 還去領現金 Costco呢 除非你辦它的信用卡 不然是不能刷卡的 那我相信加油站呢 應該也是如此 加油站在前面的 到了 有一點 這個 稍微有點露耶 如果你說要高速公路下來 這邊加油 可能不 不是很划算喔 加油 前面右轉進去 現國泰4瓦 Costco聯名卡 極限金卡 如果你要刷卡的話 從這裡面進去 今天天氣真的是好啊 哇 驕傲站在這邊 到了到了 車子不多耶 要怎麼進去 從哪邊進去 入口 欸 啊我為什麼不能進去 入口 我們繞錯 入口了 他那邊入口在前面那地方 前面有個入口 我們先走前面 從這邊進去 應該是要給他們看卡 那他這邊要國泰式華聯名卡 沒有做功課白跑一趟不能用現金 他這是全部自助式的 看一下好色多會員使用 國泰式華Costco聯名卡 及Costco貨物儲值卡 OK有點可惜我們沒有加到油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你是聽Tim哥嗎 我是Tim哥 對啊 我不是Tim哥 我是另外一個對不對 對啊怎麼了 沒事沒事 謝謝 Mans Game 有人把我認成Tim哥 欸Tim哥 會不會有點誇張 他說我是Tim哥暈倒 Tim哥有那麼胖嗎 真的還是會一直陸續有人進來加油 你看 可惜我一直以為這個來這邊的話 可能就付現金 沒想到他更嚴格 他一定要有聯名卡的信用卡 才能夠過來這邊加 那雖然沒有加油成功 然後也不能用現金加 那下次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你要來加油的話 一定要記得這件事情 因為剛剛看到看板 通常我們會認知以為 就是說你如果要刷卡 就一定要用聯名卡 那沒有寫就代表 也是可以用現金的 那他應該寫說 加油站所有交易 僅限Costco聯名卡 或國泰釋法聯名卡 應該要這樣子 那如果這樣寫就會感覺 欸好像是你這樣寫 是不是現金也可以 因為通常這樣寫 會讓人家認知 就是你如果你想要用信用卡 只能用這張卡 類似像這樣子 OK 這是我的個人的解讀啦 不代表每個人解讀 是這樣子 好吧 那沒有加到 不過呢看起來呢 價格確實是比較便宜的喔 再給大家看一次 985000是22.3塊錢 955000是20.7 那才有是17.9 那比起剛剛我們看到 在中油的價格呢 差不多都是差在2塊錢左右 有沒有加到油 不是重點 重點是帶大家看 Costco的加油站長這樣子 就在他的賣場旁邊 不過呢 就 蠻空曠的 這裡蠻空曠的 我覺得他這個地方呢 你說是不是要吸引人 來這邊買東西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耶 因為真的來這邊加完油之後 會再進去裡面買東西 真的 有這麼多人嗎 不知道 哇好多人進來加油 啊 我覺得有個解讀可以這麼說 大部分來這邊加油的人 可能有的人是專程來加油 就住這附近的 不然你不划算 第二種的是什麼 已經要來買東西 就順便加加油 那我覺得他這個就是 有點那種 我們閩南語叫做 什麼叫做 就是他做這一個部分的營收呢 是不賺錢的 但是他可以吸引你 就是 讓你更有動力 來 Costco這邊消費 OK 這是 我們常講的 就是犧牲打 好不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那你覺得 Costco為什麼要設立加油站呢 而且他說沒有賺錢 接近成本價這樣子 你覺得是為什麼呢 在下面留言 好不好 在底下留言 拜拜